哇 好餓 好餓 救命啊 肚子都扁了 有人拿東西給我吃嗎 小姐 妳怎麼了 我肚子好餓喔 妳脖子上面不是有餅乾嗎 對啊 我是有餅乾啦 但是我懶得伸手拿起來吃耶 哎唷喂啊 小姐 妳這麼懶 小心跟我們家的懶鬼魚一樣 懶鬼魚 那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這個啊 哎唷 我的媽呀 太醜了 太醜 這魚好醜 我不要跟牠一樣 哎唷啊 小姐 妳不適合呢 這位魚很好吃呢 真的嗎 我帶妳去看 好啊 好啊 走 時尚小教室 藍鬼魚 書名筍殼魚 因為外型長得像竹筍而得名 但正式名稱為斑駁堅禮 可以說是體型最大的 彈圖魚喔 因為是熱帶底氣魚種 所以都分布在嘉義里南 它肉多刺少 被譽為最高級的淡水魚 還被封為泰國國寶魚呢 現在來到屏東的夜市 我們來撈個魚 天啊 這魚脂也太大了吧 我想我隨隨便便撈 應該都可以撈到 好幾百隻有吧 讓我來看 撈到好多魚喔 大豐收 不好意思 要不要放兩樣喔 沒有啊 你這不是又是給 泰國給大家撈的嗎 沒有啊 這是小魚秒的魚池 是喔 小魚秒的魚池 老闆我撈好多喔 你這些都可以給我嗎 這隻10塊耶 一隻10塊 對啊 你那邊那麼多 撈魚一次才10塊 你這一個就10塊 那我不就賺到了 老闆 那我現在不能撈魚 那你這魚池叫我進來要幹嘛 要分魚啊 我們要來分大小啊 分魚喔 你沒有把它分下來的話 它黑色黑 大隻的把小隻的吃掉 就什麼都沒有 老闆 那我們這個魚啊 看起來都一樣我要怎麼分啊 就像五隻手指頭一樣 要分成三等分 三等分 你如果沒有把它分的話 大鵬指吃掉小隻 吃完再吃十隻 吃完最後這一隻 就剩下很讚啊 對啊 但是接下來一樣 再五隻手指頭 再吃一次就一樣讚 剩下幾隻 剩下 我也不知道 剩下兩隻 剩下兩隻 那我們還是趕快把它分家好了 換這麼大隻 剩下兩隻還得了 劉哥去弟弟 這也太恐怖了 為了避免大魚吃小魚的情況發生 老闆必須常常幫他們分家 否則魚就會變得越來越少 那可就虧大了 所以幾乎每一到兩周 就要把整池的魚苗撈起來 透過大小不同的篩網 把魚分成三等分 之後再分別放入不同的池內 才能減少魚苗的損失 老闆 中午要吃牛排喔 好棒喔 你人真的很大方耶 你要吃幾分熟 三分熟好了 三分熟最嫩 這個是小魚要吃的刺蟲 冷凍刺蟲 魚吃牛排太高級了吧 我們來餵看看 所以這個不是牛排啊 不是啊 這是冷凍刺蟲 那這冷凍一大塊要怎麼吃 就敲槍壁啊 我們拿中那個來敲一敲 這樣敲一敲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一整塊丟下去吃就好了嗎 我們放過程小塊的 就可以來餵魚了 老闆 魚還滿好養的嘛 走了...幫你餵 養魚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整顆魚是全肉食性的魚類 在東南亞國家 常會餵食牠們各種肉類 但老闆為了衛生問題 盡力求精 讓小鷹要吃得更好更衛生 看那一條條小魚排得刺耳 畫面有趣又可愛 老闆 這魚看起來非常的慵懶 是不是很好抓 妳抓看看啊 抓了... 抓得起來 我們等一下去給牠料理一下 老闆好大方喔 我發現牠長得很像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垃圾魚 有沒有 很可愛 很可愛 有喔 快一點就好了 你不要看我長得醜 可是我很貴喔 我就懲罰了 因為我懶得動 不 沒錯 整顆魚雖然長得其貌不洋 醜醜的看似沒有什麼價值 但由於長成需要兩年時間 再加上肉質又好 所以價值相當的貴 據說在市場上 一斤可以賣到400元以上 所以飯店 高級餐廳 或者是活魚料理才見得到 不愧是最高級的淡水魚類 我聽說那筍坑的肉質 左打實斑 右塞黃魚 真的有那麼的厲害嗎 讓我來試試看囉 好吃嗎 好吃耶 它的口感是 有點QQ的 然後可是很綿密 很鮮甜耶 超棒的 我知道妳剛才吃這一口 差不多要100塊耶 100 太貴了吧 真的假的 沒有啦 配妳的啦 趕快多吃一點 趁有 這樣比較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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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筍坑魚的肉質鮮嫩 沒有什麼口腥味 淡泊中帶著清甜 口感綿密 用破布子清蒸 最能嘗出它的原汁原味 是老湯們的最愛 或者是把魚炸出後 淋上糖醋醬汁也超級下飯 之後再配上一碗藥膳魚湯 不顧身體 筍坑魚三吃 絕對讓妳打呼過癮 這樣的品質 若是要像石斑 及野生鴻魚嗆嗆 恐怕也是沒有問題 筍坑魚在台灣屬於冷門魚種 原本多棲息在水鋪中 但是老闆突破育苗瓶頸 不但以室內循環水高密度養殖 甚至還可以讓魚不吃肉 改吃飼料 花更多心思 但是咬出不一樣的黃金水和魚